在創科發展方面,施政報告提出 研究擴展科學園重啟馬尿水填海計劃 興建新的東鐵線科學園白石角車站 又會在北部都會區建構540公頃的港深科創合作區 國資情報道 為了配合十四五規劃,施政報告提出多項創科發展措施 包括研究進一步擴展科學園 政府會重新啟動馬尿水填海計劃 加上沙田污水處理廠遷入岩洞騰出的研址 一共提供88公頃的新土地 有別於原先建議的住宅用途 我們建議新增的土地可主要用作創科的發展 當局未來亦都會改善白石角和科學園一帶的公共交通接駁 政府會邀請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研究以現在位處白石角的香港教育大學運動中心用地為基礎 興建新的東鐵線科學園白石角車站 亦都會善用車站用地和比輪的土地發展潛力 提供更多的房屋和區內居民需要的泊車位、商舖和公共設施 位於洛馬州河套地區的港深創科園 在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之下 會與洛馬州新田一帶的地方整合為新田科技城 聯同深圳科創園區 將會組成佔地540公頃的港深科創合作區 當局亦都建議在港深創科園設立科研中心 聚焦生命健康領域的科研工作 而洪水橋下村的現代服務業中心 長遠會擴大至樓浮山和深圳前海只是一彎之隔 建議可以考慮建立規模比美數碼港的地標性創科設施 大學科研方面 將會在薄浮林雨樓4公頃 現在屬於綠化地帶的土地 給港大興建深科技研發大樓 在中大醫院附近的2.5公頃土地 會用作醫院擴充和設立研究設施 並且支持理大研究章 將用來提供自資專上教育的紅磡校舍 用作學術和研究發展 有線電視記者郭芷晴報導